大家好,我是星洲日报古来区记者李慧婷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探市乃州选区选情战况 在罗浮州选提名日结束后 市乃州一席确定将由三名同样有担任 市议员党编经验的候选人展开一场 特别的市议员党编三角战 同样打着改善市乃线有发展问题 及带领市乃迈向未来发展口号的他们 将会以怎样的证件及服务的诚意 来打动市乃选民的方心呢 市乃州选区的选民共有63721人 其中华裔就占了56.93% 无议占了27.49% 印议占有12.77% 其他族群则占了2.81% 是一个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 随着希望联盟行动党援论 州议员郑凯聪转战永平州议席后 留下的空缺就由古来区国会议员张炼群的特别助理 黄柏阳出战 势必要为行动党首途 马华方面则派出了 马华古来区会主席 陈宝光二度出征四乃州一席 而第一次在四乃州选区上阵的 国盟土团党非无意必绑候选人 则是该党 地步老 区部 秘书 杨 桂光 打破过去四乃州议席 皆由马华与行动党候选人一对一对战的局面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四乃州议席在第14届全国大选的战况 原任行动党州议员郑凯冲在强烈反风的诸位下 以18902张多数票 击败直接对阵的国阵马华候选人陈宝光 成功为行动党首途 延续该党三度夺下四乃州一席的战绩 经过一星期的竞选期 三名候选人都积极展开拜票活动 走访各大街小巷与选民接触 力争选民手中宝贵的一票 除了积极走访民众拜票 互选人都纷纷透过录制视频 或进行直播的方式向选民介绍自己 传达自己对四乃发展的愿景及期望 互选人们也积极突出本身从政多年的经验 以及过去在担任四义员期间为民服务 所交出的亮眼成绩单为自己拉票 其中陈宝光就透过脸书专业 以一番对四乃选民的心理化视频 向四乃选民传达了自己身为土生土长 四乃人对于四乃的看法及发展潜能的四大愿景 而过去在古来积极服务的黄渤阳 也已打造幸福四乃四大改革愿景 希望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而来势汹汹的杨桂光 也已承担任新三市议员集团结局官员多年的经验 打出将带领四乃繁荣前进的口号 呼吁选民给予他支持 在这场候选人以服务品牌突出自身能力及优势的四乃选战中 究竟谁能突围而出 夺下四乃周一席 就让我们看看四乃选民们 在3月12日投票日当天 会用手中的一票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